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目前晶片需求大增 供应更加紧迫 前置时间LeatTime已经从17周拉长到18周 为了满足需求 全球半导体制造商也纷纷建新厂扩产能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调查 中国及台湾各有八个晶圆新厂要盖 领先其他地区 日本 韩国各两个 其次是每周六个 欧洲中东各有三个 5G人员 5G wireless 那大量使用的这些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这是做电汉 center 都会带动整个半导体行业 在可意见的三到五年当中去做一些爆发性的成长 保守预估至少有5到10%的一个符合成长 晶圆代工厂提高扩产规模 客户也愿意买单抢下新产能 显示出未来两到三年时间 半导体试况依旧火热 三立新闻于城湖吕培君台北采访报道